HELLO 我的網友大家好 我們是可能研究所的學員 我是蔡英 我是Aden 今天呢我們有個特別企劃 就在走訪MAC的百貨專櫃 然後幫大學生們解答一下 現在是日常莊榮的問題啊 阿里阿雜的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老師我們是可能研究所的成員 今天有準備一些問題 可以接受我們的挑戰嗎 當然可以 好那我要開始發問囉 第二問題就是 因為大學生 然後現在都沒有什麼預算 我覺得MAC第一個推薦單品是什麼啊 當然就是要先把漂亮的底妝打好 所以要挑選適合自己的膚色 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MAC的話就有全世界 從半冰冰到雷哈馬的色號都有 就是我現在上早吧啊 然後就時間很趕 然後不敢化太濃 他被叫做點名 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輕透的底妝 然後怕下午現在太陽那麼大 又怕會融妝 那我該怎麼辦 如果說怕融化的話 要挑比較持久一點的底妝 質地又不能夠太厚重 一定要能夠輕易 能夠堆疊去補妝的那種 才是最適合的 好那老師還有最後的問題 就是平常呢我會去零櫃試用嘛 那這龜哥龜姐看起來都好兇喔 是真的嗎 我覺得這是大迷思啊 很有個性啊 因為你看我們的妝其實都比較偏濃一點點 然後平常沒有客人我們都會這樣 放空 所以會感覺好像看起來很兇 但我跟你講我們絕對是面二星賽那一種 老師老師我還有一個小請求 就是我最近滑IG 然後我剛剛跟蔡依就是空檔在那邊滑IG 也有看到就是人間芭比BREAKING LISA 用的特潤霧光唇釉 還有超瓷霜柔膠水粉餅 特潤霧光唇釉的話 它其實就是LISA自己指定也很喜歡 它是比較保濕沒有唇紋 而且又是很高級的小羊皮光澤的一個材質 然後超瓷霜柔膠水粉餅 是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 它就是萬中選一的 影妝怪物 絕對可以解決你剛剛以上所有的困擾 真的很期待喔老師 老師那我們準備一個小挑戰 那我想說能不能 幫我完成一個LISA的仿妝呢 私情想要 那我們那邊請她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挑戰 那首先呢我們第一步驟要挑戰 使用到的商品呢 就是我們的 超瓷霜柔膠水粉餅 這一款它本身很特別 是像乳霜一樣綿密的質地 那它綿密的質地啊 接觸到空氣的時候 會有一個轉換粉體 在皮膚上自動變成霧面的粉餅 所以它延展度非常非常的好 絕對不用擔心說太厚太乾卡粉的問題 可以先使用我們的活力水噴霧 幫它把臉上的一些油脂跟灰塵 都先做個溶結 輕輕的沾 那我自己滿喜歡用這一支170刷 因為它的每一根毛都跟毛孔大小一樣 我們就直接輕輕刷 不是我這樣輕輕刷半邊而已 你有看到它膚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個霧光 我們可以轉移一下下 這是左邊原本 然後這是右邊 來我們自信的秀一下你的皮膚 很美 那我們Ending的話再噴一次定妝噴霧 可以再幫它做一次隔絕空氣的汙染的一個效果 我跟你講Lisa本人最大的特徵就是 電眼貓眼的感覺 眼睛很大啊 對可是它是隱形版的混血妝喔 我跟你講Lisa她本身的眼妝 就使用這一顆霧面絲柔粉霧的膠點小眼影 那剛剛有講到Lisa指定使用的側肉霧光唇釉嘛 很想要這個 這個玫瑰色豆沙 玫瑰色豆沙 沒有問題 直接把顏色上到整個嘴巴的三分之二 我跟你說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膜直接平滑 上完三分之二把往旁邊的唇邊給揉開來 輕輕的抿一下 漂亮 很厲害 有沒有它直接唇紋就是直接被包起來 好但是很可憐它另外一邊我快速的幫它補起來 欸蔡依我這個顏色489很漂亮 很適合你欸 超級識貨 好啦我也完成了啦 但你真的超級識貨的欸 這個妝很好看欸 有沒有覺得很Lisa嗎 你應該就畫不出來吧 要想出來吧 你露一個性感的Lisa臉 對啊 有有有 我們都有說過最專業的 普老級的訓練 所以一定是 當每個人來化妝的時候都會有定制的妝容 最適合你的顏色 最適合你的妝感 而且她畫你 啊我更想買了 你趕快把卡拿出來 最近那個母親節檔期 我們可以一起帶回家 欸很便宜 可以帶媽媽來 然後順便自己拿 對對對 帶媽媽媽媽媽媽我買禮物給你 啊沒有媽媽買給我 你買超多 那我跟你說 母親節真的有非常多的優惠 所以一定要趕快趁這個時候來搶購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掛 好可以可以 那我們話不多說 今天我們MAKE挑戰 成功 MING PAO TORONTO